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轮最前线 那今天6月7号 那么这个指数 一样如同老师的预期 出现一个比较剧烈震荡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看个股 看族群到底后疫情时代 哪一个潜力产业 会跟大盘 跟大盘跟外在环境 比较无关 走出自己往上的一个行情 那质义长城火力是哪一档 对不对 最近的网通族群 像质义像正文 第一个他位阶不高 那么会不会在后疫情时代 迎来这个产业的一个旺季 值得去做一个推敲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个是美国的十年期公债质义率 这我昨天贴的 那可是到今天 事实上已经过了这个景线位置 这个3.024 昨天晚上来到3.04 代表说这个质义率往上窜高 那大家记得一个实验点 就是在礼拜五 礼拜五美国公布五月份的CPI 那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油价 这个飞龙的就业数据 剩下都是往上窜 那我认为这个五月份的CPI 可能再去做往上窜高的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说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里的选股策略很重要 第一点 要跟大盘 要跟外加环境无关 最好是本身的体质就非常好 走出自己往上的道路 这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你高的不要追了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本益比比较高的部分 这个像最近电子股 你知道当一个升息循环的时候 事实上 这个高本益比的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这个看下64 我点一下到 点到这个 6415 这个2330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我点不过来 OK 看一下 你看我们的股王对不对 股王系力KY 这个今天持续是一个往下的一个修正 那这段时间来说的话 都持续在一个比较震荡的行情里面 那你就要注意到 这里 它会不会走出一个 比较往下修正的一个局面 像高架股本也是一样 那像我们刚才讲的 像网通族群呢 这个网通族群的部分 80 这个怎么回到这边呢 看一下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长城 也是一样 还不错 相对抗跌 对不对 那3596 致翼对不对 你看也是一样 平盘附近 大盘跌百多点 结果这些个股还不错 那4906的震文 还能够往上涨 所以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在这个位阶 属于网通的这个区块 反而走势 还不错 走出一个相对走强的一个局面 好 那我们再回到质卡 我刚才讲说 这里的一个行情里面 为什么刚才讲说 你要选跟大盘无关的部分 因为外在环境有影响 外在环境来讲的话 受到美国10年在职率网上 受到这个可能升息 因为6月中升息 所以说6月10号 这个礼拜五公布美国CPI 那可能到了本周下半周到下个礼拜 好像其实可能还是围绕在国际股市的波动 跟这个升息循环之下 所以为什么是跟他讲说这个季线附近 你不要乱追股票 不要乱追高 像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不管是4月份操作 像泰博像瑞姬 那5月份做什么 做像是台胜科204买 240块以上 其实240、260 你随便买随便赚对不对 那像3037的星星买 做个短线 200块202吧 202、203买 然后226卖掉 这是短线操作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你要注意到 这个大盘还是一样 短线来季线反压 但长线呢 航运股可不可以 航运股昨天 最近的航运股 其实力度还蛮多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股价不涨 你看像右图是长龙海运 还是黏着在这个季线附近 那左图 左边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报价 报价持续是一个往下修正 所以最近听到说 这个运价往上涨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到FBS指数 就是波罗迪海运价指数 它确实一个往下掉的一个结构 所以到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到底航运能够去做一个切入吗 你看2603 2603 我看长龙航 也可以啦 就是抗跌 我讲过嘛 这边很重要 像航运金融 你要抗跌撑指数 那如果没有的话 指数容易收到剧率震荡 所以你看像是目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跌 可是问题是也涨不上去 这是目前航运股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的选股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一样就不脱离这些方 就脱离这个区块了 我们尽量找什么 找跟这个大盘 比较无关的一个选项 好不好 这个大盘无关的一个标的 我想这是目前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边到底怎么去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切入 我想很重要 就跟大家讲说这边你要注意到 留意到季线是不能追的部分 今天往下跌或五日线十日线 对不对 那这个会不会来到压力区要往上往下拉回 准备做第二只脚 那我觉得OK哦 中期反单并没有结束 大家看这个指标 这叫什么周KD指标对不对 周KD指标低档交叉往上 前一段时间周K指标低档交叉往上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终极反弹没有结束 但是它会是一个比较震荡向上的行情 不是浮药之战哦 那不是一路就就往一万七万八去 不是这个样子哦 可能是一个比较拖时间 就是说这个拖拖时间会走的比较久 那它是一个反弹格局 不会那么快就往下破底 当然真的万一跌破月线 你就是一个多单你就要考量了嘛 可能要降低比例啊 或者是跟指数联动比较多的部分 你就要做个停顺 但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认为这边还是走出一个中期反单 只是来到季线 你不要追啦 对不对 季线你不要追了嘛 我讲过嘛 季线啊 下降压力线你不要追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上升轨道线的一个下缘 你不要追嘛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呢 我们想想看这个价量关系 昨天上涨量的时候 今天量也是一样起不来 所以成交量 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你要占公寄线 会上不去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所以拉回怎么样 拉回打第二只脚 再找个别产业题材往上做 我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看四月以来 对不对 四月份做快筛防疫 五月份做低档电子股 台胜科等等的 甚至五月下行做汽车领主件 今天的地宝 东亚还蛮强的 这个高档震荡了 进入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走势 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又即将要切入下一个 潜力产业往上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重点 好不好 那这边你要注意到指数是有压力的 下降趋势线 这个颈线的位置 这个季线所在 势必在没有量 就是拉回震荡之后再往上走 那记得我讲一个重点 这边会震荡 季线会震荡 但是中期反弹的行情 有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除非它跌破月线 真的跌破月线再往下彻底 可能是一个国际上又有什么大力空出来 那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 在月线附近能够守稳 或者是月线之上能够守稳 那我认为 再逐步去做一个往上攻坚 只是你悬股很重要 我刚讲过嘛 破疫情时代 先前我们做什么 汽车领主件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汽车领主件的部分 切换 好你看像今天6605的地堡 还不错啦 进入一个比较高档震荡的一个局面 大概也没有大涨 就是在这边横在这里 本益比非常低嘛 本益比 我们说D7算2.82 净值88块 现在股价70块出头而已 我认为相当便宜嘛 那我在74.3那天我就卖掉了 对不对 那我就等吧 等到下一波 大回亮缩的时候 那你看像今天1319的东阳 也还可以啦 这个涨1.8% 大概小涨 但是也是一样高档 逐渐高档震荡 那只是说下一波我们怎么做呢 你看像我们讲过 像网通的部分 像8097 这个还可以持稳 对不对 3596的致意 对不对 你看这个族群 并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相对强势 对不对 那4906的震纹 今天算蛮强势的 还是能够持续去对往上走高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我认为行情 你要注意到 它就是一个震荡 指数震荡 但是个股表现呢 就比较有机会 好不好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 台股的PE不高 本益比不高 值率非常高 左图的部分 先看左图这个柱状底 最左边是TW 对不对 台股 今年跟明年的值率 分别达到4.39 跟4.42% 像香港只有3%左右 3.6% 那像中国只有2.5%左右 日本跟韩国都只有2%左右 所以台湾的值率 台股值率相对高 那本益比经过修正 对不对 PE经过修正 已经来到下渊的部分 大概10多倍吧 11 11倍左右 11 12倍左右 算是目前相对低的 也不会是 所以PE不高 值率非常好 那我们目前时间6月 对不对 6月进入什么行情 除权除息行情 那么是不是 又表示 我们即将会迎来这个 这个震荡往上的局面 因为配息很高嘛 那配息很高 钱多出来 是不是在回答股市 我想这是一个重点 好不好 那所以创造目前台股 进入持续在走 这个终极反向条件 而且多方格局是确立的 不是因为今天大跌震荡 怎么样的 我就跟你讲 我大不看口 我只能说 季线 压在上面出现震荡 那压回之后 你还是要找股票偏多操作 就是这个概念 就跟大家讲 那至于我们的选股 我想我们目前选 股票不多 你看我这里面 选了两档 那个对不对 两档反向ETF 是什么 三档反向ETF 像是公债反一的 美国十年公债反一 然后原大美债反一 然后国泰的美债反一 就值利率往上 就针对这礼拜的行情 跟下礼拜 值利率往上 那战券价格往下 这概念 所以说你看这边 目前来讲的话 今天昨天美赛值利率 往上串升2%多3% 所以说我们操作 还是顺应这个国际趋势 那选股比例放少 那下礼拜呢 我可能选股就放多了 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礼拜五 是一个 比较决定性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震荡 能够取得支撑的话 那是不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逢低补局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边 比赛归比赛好 我们不会说好像 这个为了赢比赛 每周五去选当天涨停板的股票 那下周怎么样 我们还是从产业 从产业 从个股去做观察 找到一个比较有机会的高点 所以说我大概每个礼拜四 会把这个股票选出来 其实你看 为什么我都不用去选 这个礼拜五涨停板的部分 因为我们看什么 看个别题材 看这个产业网上的 所以说大家 你要追踪的话 请加入我的Light 这个小小鼠GO16899 Telegram的部分 这个频道 搜寻 法人最前线 我会把 我的这些选股资讯 或者是行情看法 我的电器会分享在我的Telegram里面 请大家务必说去 那Lighter呢 有很多优惠活动 很多的一个 也是不错的一些资讯 供大家去做个取用 好不好 那一样哦 这个礼拜 到今天礼拜二 可能就这一两天了好不好 重金打造 第二波主身段的标股 第二波主身段标股的完全攻略 到底这个端午过后啊 上有季线反压 但是下呢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月线是支撑啊 对不对 中期指标 周KD还在往上走 依照过去 周KD往上走 低调往上的时候 其实都迎来一波行期 那我认为这波也是一样 目前我们还在一个 中期反弹的架构里面 只是选股很重要 要选什么呢 选跟外在环境无关的 为什么六月份 说真的哦 美国要升息啦 那这个这个礼拜周末 要周五要公布CPI啦 那你看最近油价 对不对 都在120附近 都几乎是来到高档 这个持续创高 那显然这个CPI 会下不去啊 那上礼拜五所公布的 这个美国飞龙就位指数 就是比预期好 就是很厉害 看起来这个需求不最 那通膨持续增温 这是目前美国联准会 所遇到最大问题 那我一样讲哦 你可以不做哦 但是行情会反弹哦 对不对 你可以觉得外在行情 利空非常多 你可以不做 但是我们的做法 我们找股票 找股票偏多操作 好不好 就找到对的股票 偏多操作 什么是对股票呢 我想一样跟他讲吧 你看这档 网通嘛 我就讲过方向啊 网通对不对 4906 3596 致益 致益本益比不高啊 才十二三倍左右而已 十四十四倍左右啦 本益不是很高 那你看像是8097的 这个长城波动非常剧烈 但是本益比不高啊 因为今年预估就赚十块钱嘛 那目前股价八十二块 你说会不会很贵 当然前面讲过一段 震荡起来会洗盘非常严重 但就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位阶不算太贵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那跟大家选股也是一样 找本益比低的 找位置低的 你看像这一档 我们另外一档选股 这个金元IC测试的部分 这个6515的尹威 虽然股价400多块 可是它的下档 是不是一个底部成型蛮明确的 那外资投信都 都正在买方嘛 对不对 主力偏多嘛 对不对 外资投信 再买方 主力大户偏多 那股价呢 打出一个底部出来 我想尹威的部分 是我在这一次 这个经济日报里面的 宣布以赛的一档 重要个股 那我想也是跟大家讲 概念就是说 我目前的宣布方向 怎么样避开大盘震荡的风险 第一个找低档的 像尹威就是低档代表股 一个底部打出来对不对 打出来过景线 各均线在下面 技术教学了 居线在下面 他有没有机会走出一步行行 顶多就是不涨 对不对 那你说会不会很大 会不会很大拿回 不容易 那像是这个 另外一档8097呢 长城 波动剧烈了一点 对不对 但是本益比非常低 本益比低 那今年刚接获 这个拉美大厂 墨西哥电信的这个订单 拉美最大电信商 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订单 那至少这两年 获利都是蛮一致的 蛮平稳的部分 虽然股价涨过一波 那我认为也是一样 出生段 那后面大概震荡过后来讲的话 又有机会就马上走高 所以说这边的选股 请大家留意的 就是不要乱选 好不好 不要找到那种 长高的部分 因为市场会震荡 那明天呢 同样我们持续注意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现在走强 那成交量不够 也是一样 留意在季线的反压 看季线成档 对不对 那当然方向来讲的话 要注意成交量 没有2500 不容易攻 有2500 稳定往上 就能够去做过季线 那我想这波 可能先拉回 再往上 那么像人气股的部分 像最近两天 矽晶元像台胜科 像这个 这个环球晶 都有震荡的一个迹象 那你留意到不能叙弱 人气股的部分 那另外呢 低本一笔 跟多方去四股 低本一笔 跟股价打底完整的标记 好不好 指数相关一样两档 长龙跟副方金 是你要留意 不能转弱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持续追踪 老师的频道 那你可以 这个订阅 订阅我的 法人最前线的Telegram 这个也是订阅我的 这个LINE 小老鼠 GO16899 都免费的 对不对 那我想每天 来获取一些资讯 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